6月6日为农历盲众节气,历书记在,斗志以为盲众,此时可总有盲之谷,过此即失效,顾名盲众也,过了这一节气,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,农历盲众盲盲众说的,就是这个道理,14天后,6月21日,是夏至日,这一天是我国最早的节日,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,是北半球一年中盲众最长的一天。 也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节,从中意,理论上讲,盲众夏至期间,养生要顺应夏季阳胜于岸的特点,注意保护阳气,精神调养处万,自却调神大落约,使之无怒,使花音成羞,使气得些,若所爱的伴,此夏季之音,养长之道也,就是说,夏季,要神清清和,快乐欢畅,心胸宽阔,精神饱满, 如万物生长是要阳光那样,对外界事物也有浓厚的兴趣,培养乐观外向的性格,以利于气机的通现,与此相反,举伴懈怠眼倦,闹怒忧郁,则有爱气机通达,皆非所疑,一时调养夏天星火当令,星火火,王色可飞进五行的空点, 顾金会让月有下不识心的说法,根据五行下为火,不成下为常,故造属心,不为以苦的相互关系,为苦之物,亦能助心气,导致废气,夏季又是多汗的季节,出汗多,则也分损失也多,若心机缺炎,心脏活动就会出现失常, 中医认为此时宜多汗所为以故表,多汗邪为以故心,从一样学角度看,夏瑞福音在内,饮食不可不寒,如医生级所说,夏季心旺甚衰,最大热不宜吃冷淘冰雪,饱不臭哈,避其混乱,心旺甚衰,即外热内哈,顾冷吃不宜多吃,少则有可,贪夺病会喊伤疲畏,令人吐血,西瓜,绿豆汤,乌梅小豆汤, 虽然也可消暑之佳品,但无疑冰镇始至,体质调养以顺应自然解而声音衰的变化,以晚睡早起,夏季炎热,鼠疫伤气,若汗泻太过,令人头昏熟了,心机口渴,恶嫌甚至昏迷 一,安排室外工作和体育锻炼时,应避开炼日炙热之时,加强防护 二,合理安排午休时间,以为避免炎热,二,可恢复精力 三,为日温水洗澡,也是值得提倡的健身措施 温水冲澡时的水压及机械按摩作用,可使神经系统兴奋性较低 提腰血管扩张,加快血液循环,改善肌肤和组织的营养 降低肌肉张力,消除疲劳,改善睡眠,增强抵抗力 另外,享日炎热,凑理开泻,一收风寒时鞋清洗 睡眠时不宜当风,有空调的房间,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 更不宜夜晚露宿,运动养生夏季运动,最好选择 在清晨或傍晚天气较凉爽时进行 场地已选择在河湖水边,公园,庭院等空气新鲜的地方 有条件的人可以到森林,海滨地区去疗养,度假 多案面的项目已散布,卖跑,太极拳,广播超为好 不宜租活奔剧烈的活动,若运动过激,可导致大汗淋漓,汗血太多 不但伤音气,也水氧气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